好了 给虚迷 给巫统打虚迷了 我9000万的游戏币应该能把巫统的宝宝送走 这宝宝 跟你讲 这只宝宝一定是上高一致的 这只宝宝第一本书一定上高一致的 我得 巫统我有话要说 要9000万没用了 你得推我 这只宝宝两个走向 巫统 如果打掉法莲 对不对 咱们就当任务宝宝 这只宝宝如果打掉法莲的话 有太阳压顶咱们就当任务宝宝卖了 然后再买新的 没有必要去硬死壳 对吧 这个是宝宝没有必要死壳 而且连110都没进 没有必要啊 没有必要 所以说第一本啊 第一本书直接打法爆 针对性的来一波啊 敏捷法爆 法爆 法波 摩 低模型滚 直接露高敏 低模型没滚 后排法莲推没推掉 巫统这样任务的话就很舒服了啊 卖了吧 哥 巫统没必要改了 没必要改了啊 他法爆打掉法莲 原来有法莲 很多人不喜欢 现在没法莲 你太张压顶 他配合高敏简直无敌 你没有什么书可以改了啊 巫统 狗拉机听我的啊 听我的 这只宝宝比刚才好卖多了啊 狗拉机说不 他想追一下啊 那你打高一致少法莲呀 你打高一致少法莲 想要是吧 还是想要 这只宝宝造型好 他就有点个性的 一致五开就用不了了 兄弟们 我觉得打一致不如打感知 这只宝宝pk用啊 永远少技能 除非你干掉高密 我觉得感知 我觉得啊 感知也行 就感知干掉模型 循环一波掉了就掉了 那就上了啊 那我不管了啊 兄弟熊总有追求 就要一致 是不是指哪打哪 高神漏一漏 这他妈的没有办法呀 一个法莲他妈的 这这这这这他妈也可以呀 还给我收了点游戏 啊 ok 啊 无同的虚迷保住了啊 笑嘻嘻美滋滋啊 高级敏捷高级一致 敏虚迷多一次出手机会啊 给狗拉机啊 能66666 无同欠我多少钱 游戏币 三千五百万啊 啊